好的,今天咱们来开个新的系列 我们来玩EDG里有一些新内容的国家 这次我们挑选的是在安纳托利亚附近的一个小国 是麦娜 由于我们是在安纳托利亚地区的 所以说我们就聚焦一下地中海东岸和整个欧洲的形式 EDG的世界线还是非常的新奇的 与AB世界线不同的是 十字军基本还是成功了一些 至少波罗的海沿岸的国家基本都信了天主教 但是基督内部的一些异端教派 例如法兰西南部的清洁派 不列颠地区的大量罗拉德派 以及爱尔兰的海岛基督教 包括波斯尼亚的特殊教会 以及东欧上面的波格米勒派 总的来说 这也是一条充满了挑战和机遇的世界线 一些大家所熟知的事例 例如哈布斯堡家族是在福登堡区域 而奥斯曼帝国此刻并未统一 奥斯曼奥鲁家族的诸王子 在安纳托利亚及巴尔干地区 本而致之 著名的穆罕默德尔是征服者 更是卢米利亚的王子 他需要进一步统一这一地区 并击败外战亭 才能够建立奥斯曼帝国 穷居埃及的是撒哈达 紧挨着他的便是天主的十字军 土尼西亚跟圣殿骑士团 所以我们才说 伊地纪世界线下的天主教十字军 还是成功了不少的 过此刻耶路撒人依然掌握在 伊斯兰教什叶派人的手中 当然这些大的世界局势 与我们无关 我们作为一个希腊的小国 自然是在夹缝中求生的 人们争相奔走相告 罗马亡了 希腊亡了 突厥人的入侵 让帝国分崩离析 在绝望的入侵中 我们拼死抵抗 才留下了这最后的两座城市 希俄斯及苏拉 尽管希腊人的国家 目前还剩下摩里亚以及拜占庭帝国 但对于我们施麦娜共和国而言 只有靠自己 自由或死亡 希腊尚未灭亡 接下来我们将拥有一项特殊的阵体 爱秦海城邦政府 这将是我们启用一些特殊的能力 主要是加强海军侧面的 同时也在理念族里允许了财阀和神圣理念族 并且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是基本无法进行不正当要求 以及伪造宣称的 而且会启用一个特殊的希腊化能力 简单来说就是领土必须信仰东正教 而且必须是希腊文化 不然的话这个数值的增长就会有减免 在最大支持时 希腊化提供额外的殖民几率 传教强度 年度移民增长 分离主义减少 50%的原住民童话 75%的文化转变时间减免 还有一些发展成本减免 也就是说希腊化长满之时 我们可以轻松的 将其他文化的地区转变为希腊文化 建立属于我们希腊人自己的庞大国度 依照惯例 我们还是应当来介绍一下 士迈纳目前的概况 之前也提到 我们已经改变了目前的权力结构 是爱青海城邦政府 目前是一个统治者任期10年的共和政体 士迈纳的国家传统 提供了10%的陆军士气 解锁完所有的理念 获得的国家野心是理念的花费减10% 其余的7项国家理念 我们就依次解锁之时再给大家介绍吧 话不多说 让我们正式开始 没有想到西吉斯蒙德的帝国 崩溃得如此之快 在开局之时 波西米亚是该世界线下的神罗皇帝 但是由于西吉斯蒙德大帝的去世 他的两个联统国伯兰登堡和匈牙利 都已经脱离了他的统治 拜占庭则是选择接受天主教的援助 以此希望来对抗卢米利亚 目前新的神罗皇帝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伦巴帝 看来在这个时间线下 哈布斯堡想要当上皇帝还得费一番周折 可以看到7位选帝猴也跟我们传统认知中的不太一样 分别是波西米亚 萨克森 伦巴蒂 兰茨胡特 法兰克尼亚 诺德马克 以及尚埃塞尔 诚士罗马帝国的范围也略有不同 丹麦地区有一个小的贸易联邦 目前也是在诚士罗马帝国内部的 当我们睁目了一位海军将领之后 是时候尝试去寻找第三奥德赛了 我们必须做两手准备 一手是坚定的抵抗敌军的入侵 尝试在希腊地区重新扩大自己的领土 而另一手则是我们去寻找失落的亚特兰蒂斯 这是一个艰难的开始 但是我们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在未来十年之内 我们将获得一个名为星辰探索者的增益 这将提供强大的殖民加成 而且一位能力卓越的探险家将就此帮助我们 东欧地区的局势也不太平 扎波罗热 沃里尼亚 基辅及切尔尼哥夫四方 已经同时互相开战 他们将决出最后的基辅圣者 趁着应当有重建基辅的权利 而波兰地区的马左亚王国 也是继承了克拉科夫 尝试妄图统一波兰地区 世界局势此刻无疑是混乱的 但这些大国或多或少 都有一些自己的国家基本盘 我们的发展度只有可怜的15点 完全可以说是白手起家 我们的一部分人民已经抵达了诺瓦克里特 船队陷入了迷茫 一些拜占庭的贵族们与我们共同前往 但是中途放弃了 只剩下一些剩余的拜占庭人 希腊人 被雇佣的阿尔巴尼亚佣兵 还有萨法维的波斯移民 我们的船队已经快要撑不住了 但是我们却是抵达了百云大的一个小岛 可以暂时的在上面休养一番 既然之前说过是两手准备 第三奥德赛的行动正在进行当中 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抵御别国的入侵 一些人选择了离开与海峰 一同驶向西地中海 但我们的执政官塞里奥斯选择留下 这是他与祖先的约定 即便万劫不复 即便克此他乡 塞里奥斯也必将光复希腊人曾经的故土 这两项选择 一项是侧重于外交的争议 一项是侧重于军事的争议 毫无疑问 目前的这个局势 我们是处于一个外交的孤局情况 即便能跟塞尔维亚结盟 但是塞尔维亚已无兵可用 拜占庭自身难保 与他结盟也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那么就让我们独自作战 让雄鹰独自翱翔 塞里奥斯这位鼓舞人心 人脉通达 什叶家的执政官拥有强大的能力 将领导我们重新夺回希腊的遗产 而在世界的另一边 我们出走的另一半人 已经瀕临崩溃了 这个被我们命名为墨加拉的小岛 并不能支撑我们太久 如今的船队搏击 仅支持最后一次航行了 我们有四项选择 一项是继续向西 必须找到亚特兰蒂斯 一项是改变方向 尝试前往波罗奔尼萨 第三项则是驻扎下来 尝试在附近寻找一线生机 最后一项则是跟波斯人一起听天由命 会千里转进到亚马逊区域 拜占庭帝国虽然已经日泊西山 但是我们还是相信他们的预言 我们要找到亚特兰蒂斯 去埃律西昂看看日出吧 当海鸥降落在 濒临破碎的船只上之时 我们再一次看到了生存的希望 我们终于在北美的东海岸线上 遇到了一线生机 随行的拜占庭人 将这里命名为埃律西昂 我们的人们也确定 他们就是神话当中的亚特兰蒂斯人 这样一来我们就在当地获得了一片领土 而且我们会获得一个永久性的增益 名为第三奥德赛 这将提供一个永久的殖民队 而且殖民花费会便宜不少 将允许我们睁目探险家和冒险者 殖民地建成之时 还会自动探索周围的土地 我们此刻就在北美进行立足了 而现在我们总共拥有两个殖民队 就让我们开始在东美洲殖民地建立属于自己新的希腊城邦吧 这也算是我们最后的底牌 一旦人士已尽天命难危 我们在旧大陆上的领土被敌军全部吞并之后 我们还可以转进到新大陆上 谋求日后的反攻 当然我们不希望事情变成那个样子 到了1446点的6月13日 我们已经与匈牙利王国秦摩尔达维亚结成了同盟 以保证自己的独立性 此刻穆罕默的二世已经陷我们一步宣战了卡拉曼 他已经要尝试统一安纳托利亚区域了 我们想要从他手中分一杯根自然是不现实的 那我们就来宣战这边的门太系 也是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一个小国 而且他还没有任何的盟友 这显然是我们希腊复兴的第一步 由于这些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其他小国 全是安纳托利亚兵种族 所以说在人数优势的情况下 我们才有必胜的信心 好 现在成功全建了敌方的军队 开始围城即可 我们作为希腊人的共和国 自然科技组是东欧 在前期与这里的敌军作战之时 或多或少是有一些劣势的 果然庞大的王朝总是难以绵延很长的时日 统治埃及的撒哈达王朝发生了马力克之战 他们也面临了属于自己的崩溃 自然是无力管辖我们北部国家的崛起 作为蒙古帝国最大的继承人 越级别韩国 正在与天木尔交战当中 他们的内部可也不太平 一旦他们处理完危机 上帝之边可能有可能再临欧洲 好 果然这边伦巴蒂 还是选择了成立安布罗斯共和国 那皇位就名正言顺的落到了哈布斯堡家族的头上 这样一来 哈布斯堡家族在石落内部的外交行动就可以开始了 果然当我们拿下了门太蟹的堡垒之时 八门堡的公爵去世之后 选择了将这份遗产赠送给哈布斯堡家族 这样一来 奥地利地区就被哈布斯堡家族的伏腾堡完全继承 哈布斯堡又一次回到了他忠诚的维也纳 在这里也有众多的强力器官 用于增议哈布斯堡的外交能力 好 我们首先来获得两块领域的扩张 这是我们希腊复兴的第一步 这场战争结束之后 我们完成了任务守卫伊奥尼亚 会获得一个持续十年的抵御突厥人的增议 会再提高五点的陆军上限 降低15%的陆军维护费 还有一个85陆军传统的将军 这85陆军传统的将军 想必应该非常的强力 但是冲击能力差了一点 现在我们通过在摩里亚建立足够的间谍网 获得了对他的特殊宣战借口 我们将点燃爱情海 雅典这座千年之城已然落入了第一手 我们的目标是重新光复雅典 我们希腊人的故乡 但是似乎摩里亚已经遭受了威尼斯的入侵 我们此刻对他的宣战能获取的利益十分的有限 那就看我们能不能抢在威尼斯人之前 拿到足够多的领土吧 目前我们已经将盟友从匈牙利替换为了保加利亚 以求更好的抵御卢米利亚的进攻 与希吉斯蒙德交恶的匈牙利王国 显然也是尝到了自由的滋味 便投入了哈布斯堡的怀抱 现在哈布斯堡已经正式的入主维也纳 并且已经将奥地利变作了他们自己的家族领地 这样一来他们还将继承匈牙利及克罗地亚 这可完完全全是一个主角待遇 日后在有共同敌人之时 我们也可以考虑与这位神罗皇帝同盟 非常可惜这场战争最后是威尼斯人获取了大多处的利益 我们只能拿下了莱斯沃斯这一个小的爱情骸岛屿 而摩里亚雅典这些都由温尼斯拿取了 之后我们必须从他们手里夺过来 任当我们积极招兵买马准备进攻卢米利亚之时 我们发现亚洲的大草原上似乎出现了可怕的事情 作为蒙古帝国最大的一个继承人 越级别韩国已经宣布发动了大远征 这将有一个十年的强力修正 并且能够通过特定的任务进行延长 在这个征服期间是无法进行核心化建造的 但是一旦完成最终的目标 将一次性核心化所有省份并且分裂 可以看到增加了50%的维承能力 还有20%的陆军式气恢复速度 移动速度等等 越级别将再次让欧洲人们感受到蒙古的恐惧 那此刻我们来升级处于自己的四级军事科技 这样一来在短期内我们对上鲁米利亚就有一定的军事优势 只需要再找上一个盟友就可以尝试 在这面战场上挑战穆罕默德二世了 只能说穆罕默德二世的军事才能太过强大 到了1450年鲁米利亚的军事科技已经来到了四级 这样我们的科技优势已然荡然无存 不过另一个好消息便是鲁米利亚已经开始入侵克尔米安 这样一来白羊就被拖下水了 此刻便是我们去击退这些突厥人的大好时机 已经来不及拉保加利亚的人情了 就许帝让他赶紧进来 与我们共同抗击卢米利亚 不然的话一旦这位奥斯曼的王子最终成立了奥斯曼帝国的话 那鸡哥就会平等的消灭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也顾不得财政赤字 聘请一位陆军改革家 可以看到我们的欠款已经有接近十笔了 但是为了打赢这场战争 这就是必须做出的牺牲 而我们的舰队显然是有优势的 可以去封锁马尔马拉海 并且我们的士气比起鲁米利亚来说高了整整0.5 在以人多打人少之时 我们还是有绝对的自信的 但一旦敌人把士兵添上之后 我们就只有撤退了 我们选择撤到了巴尔干地区一侧 因为有舰船封锁的原因 但就目前这个情况 我们还需要拿下一块卡拉西类似的整份 才能彻底封锁海峡 要让保加利亚帮我们吸引一下敌军的注意力 在二级的征服改革里 我们选择特殊的东方权贵法 这似乎是东欧科技组共和国的共有选项 这能够提供一些人力陆军上限 还有特殊单位的上限修正 代价仅仅是一些贵族的影响力 完全无关紧要 结果我们又在瓦拉基亚境内被鸡哥追上了 这穆罕默大尔是简直追着我们上 安纳托里亚兵容组前期 在人数均等的情况下 我们士气优势他都可以追着我们乱上 那就只有考虑一些其他的方法了 希望他不要回来 而且他居然完全不管白羊王朝的兵力 那无尊哈桑也可以教育一下他 什么是伟大的征服者 我们的军队撤退到苏拉之后 立刻便占领了卡拉西这一关键的身份 在有绝对制海权的情况下 奥斯曼的军队是无法越过土耳其海峡的 我们就可以大肆的获取在安纳托里亚这一侧的领土了 代价是献祭整个保加利亚王国 不过这与我们无关 我们是希腊人保加利亚人的死活 自然就跟我们没有太大的关系 结果这越级别的大语真说起来好听 最后还是开始内战了 众多的游牧部落已经开始混战 不知道他们决出最后的胜者之后 还会不会再来一次大远征 保加利亚已经与卢米利亚完成了议和 这样一来我们之前丢掉的战争分 现在已经全部还回来了 而穆罕默的二世的军队将都被困在巴尔干一侧 在加里包利这里 他们与我们隔海相望 而我们却能在这边占领他们的大量领土 既然正面作战完全没有优势 我们便可利用这种方式来赢得这场战争 虽然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 我们完全不是穆罕默的二世的对手 但是卢米利亚妄图通过一些运输船 运送少量部队到我们这一侧 那自然是他们自讨苦吃 我们轻松的就击退了他们的军队 在战争进行之时 我们也完成了任务通方战队 这样可以加强门太蟹这个省份的要塞防御力量 而且本地的要塞是免费维护的 相当于在这座产年的高地省份 为我们修建了一座三级的要塞 以提供足够的战术优势 而我们也可以向这边的突厥国家抛出橄榄枝 但是现在从战况来看 我们已经在安纳托利亚地区与白羊有利益冲突了 而卡拉曼已经基本不复存在 所以我们就选择不与这两个部族结盟 让我们独自对抗卢米利亚 我们在十年之内会有一些雇佣兵的花费解免 这些突厥的战邦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作战 到了1445年的9月18日 看起来穆尔的投降倾向非常的低 到现在都不屈服 神罗内部的局势又有变化 目前哈布斯堡家族已经向我们表达了态度友好 而且他似乎还连统了薄西米亚 是这个胡斯派继承事件中 薄西米亚有概率选择哈布斯堡家族的公子 所以说他立刻就接受了奥地利的联合统治 这样奥地利不费一兵一卒 开局短短的11年就拿到了众多的连统国 实在是令人眼红不已 终于卢米利亚与白羊及克尔米安议和了 这样一来我们的征服道路又多了不少 最终我们在科甲埃利上追上了这股卢米利亚的小股部队 并且成功的将他们击退 这样一来战争分就获得了显著的增长 在占领这些剩下的鲁米利亚领域 相信就可以与奥斯曼议和了 由于埃尔塔这个小国已经不复存在 所以说我们可以获得伊比鲁斯王冠 实际上应该是要我们去征服伊比鲁斯地区 但是我们可以提前来拿奖励 持续10年的人力恢复速度和AE减免都是20% 非常高额的数值 也是现在我们需要的 还有5000的后备兵员 最后再让海军去爱琴海一侧 封锁一下奥斯曼的港口 这样战争分就达到了66分 我们可以最大程度的获取利益 可以看到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我们每多拿一块非宣称领土 就需要额外的200外交点数 这是由于我们的政题 爱琴海城邦政府带来的 这些不正当的要求 我们基本是不能拿的 虽然非常可惜 但这多出来的战争分 也可以让我们获取多的战争赔款 这些领土就交给白杨和克尔米安 他们至少比这个穆罕默的二是要豪打许多 那就趁此机会获得一大笔的战争赔款 总计500多块钱 应该是够我们来还贷款了 想拿巴尔干这次是行不通的 因为这里的要塞是没拿的 不过战争能打成这个样子 我们已经十分的知足了 至少我们已经看见了光复希腊的曙光 我们的发展度已经有131点了 那么顺便也来进行三级的军事学说和组织改革 作为世外纳 我们拥有一项特殊的希腊活海军船队 这应该是绑希腊文化组的 它能够提供额外10%的海军设计 一点的海岸海战奖励就是木墙 还有50%的上岸与登陆速度增议 以及一艘额外的旗舰上线 在课上我们的海军学说 罗马海军战术 相信我们的蒋方舰船将在内海内 尤其是我们的海岸天下无敌 到了1458年的5月6日 现在我们的经济情况已经逐渐迎来了好转 不仅还完了贷款 月入还有一些结余局 不过看起来是殖民地占的我们的支出大头 但这些投资从长远来看都是十分值得的 我们将作为第一个发现新大陆 并且在当地建立殖民地的国家 这时选时代能力之时 我们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了 我们居然可以来选奥斯曼的乌尔班大炮 直接就选上了 在第一时代加33%的维持能力是非常恐怖的 看起来我们也算是一个安纳托利亚的小国 把我们判定成奥斯曼猪王子之一了 所以说我们也能来使用乌尔班大炮 终于我们来到了五级的行政科技 现在选择第一个理念族 我们自然要强化自己的军事作战实力 毕竟周围的强敌太多太多 我们实在是难以安身立命 而殖民本就有一些额外的加成 就不需要再过增强了 我们决定先来选择财阀理念 这主要能够提供大量的经济增益 还有不足的陆军士气 还有20%的人力恢复速度 这些都是我们急需的 在维护两个殖民地的情况下 我们的经济是远远入不复出的 所以想要同时的提高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 就得来选择财阀理念组了 正巧我们之前为了去压卢米利亚的军科 也是交点军事 现在军事点英语 让我们赶紧来点传统 卢米利亚的穆罕默大尔是宣战了瓦拉基亚 但似乎自身陷入了不利的战争局面当中 此刻瓦拉基亚与败战亭的盟约就断掉了 让我们来夺取这座世界渴望之城 由我们送败战亭最后一城吧 之前也提到了我们的海军众多加成 而且在实现奖励里 我们还有一项西波战争之仪 这可以免除我们的登陆作战惩罚 不过好像并不能免我们的跨海惩罚 但我们凭借微弱的士气优势 还是胜过了半战亭的守军 因为我们军科压了他一级 那这样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对军事产命道的围城了 同时另一个好消息传来 我们在远方的埃利西洋殖民地已经建设完毕 就选择王冠殖民林 给我们提供人力和大量的陆军侧增益 终于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和财富去建设的殖民地 现在可以反补我们的本土区域了 随着我们陆海军实力的不断增加 我们现在已经可以来进一步的进行海战改革了 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可以进行海陆联动 这将提供额外的登陆速度 会减少50%的海上炮击花费 而另一项则是进一步强化我们的制海权啊 显然这一项是更香的 10%的重型船只作战能力无关紧要 但15%的全局海军接战修正就非常的厉害了 相当于我们的战宽更宽 敌军会承受我们更多船只的进攻 历时半年之后我们拿下了军事塔领导 并且把败战亭的眷队抓了三艘 现在这座世界可望之城将正式的归于我手 归于希腊人的手中 我们将亲自宣告罗马帝国的毁灭 此后将不再有罗马 统治希腊地区的理应是希腊人 非常可惜在EDG时间线下 败战亭的核心实际上非常的少 只有一块布尔加斯 我们就不附庸收和了 现在我们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完成破局 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一个基本盘了 但受限于众多的限制 我们是暂时无法往安纳托利亚一色扩张的 必须先光复整个希腊文化圈 但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不仅在本土地区 我们收复了大量的土地 远方的埃利徐扬 也开始源源不断地 给我们输送贸易竞争力 财富和人力 尽管如此 我们仍然不能掉以轻心 周遭的强权正在不断地崛起 伟大的征服者和传奇的征服者也从不回少 更何况远方的越级别韩国 已经开始继续自己的大远征 他们的内战已经消失 强大的东方王朝 原子似乎完全不是这个游牧韩国的对手 我们只希望这些东欧邻居 可以帮我们多抵抗他一会儿 那么这一期的时长也差不多了 我们就先玩到这里 如果看得开心 别忘了点赞投币以及关注 还请大家多多支持 我们会快速地为大家更新的 我是何川 我们下期再见